今天台股有個新的題材 黑悟空概念股 全面表態 到底能不能追 能不能買呢 另外今天台股 在遇到季憲之後 好像被重重的押回了 到底這個是一個救贖 還是拉回之後 最後的進場機會呢 今天節目中 一併跟大家說分明 大家好 我是林裕凱 上個禮拜 我們在節目上 兴高采烈的唱了 蕭黃旗的這一首 末班車 好不好 多頭的末班車 準備要啟動了 話才講完 上個禮拜五 台股能夠從大跌200多點 到拉高翻紅 今天一開盤 各位 直接又漲了將近300點 多頭的末班車 真的已經來了 所以這首歌 值得我們先再唱一次 好不好 別說話 忌諱你別鬆手 節目裡的我 想不通 想不通 你不懷顧的理由 別回眸 末班車要開了 不要想太多 航情是讓勇敢 經常的人 向前走 好不好 各位 你千萬不要懷疑 台股現階段 我現在給你一個 很明確的方向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什麼叫做一個分析師 具有 劃線給大盤走的能力 如果說 有這個人 有一個人 他能夠在這裡告訴你 台股是最低點 又能夠在這個地方告訴你 越際線會有個反壓 可是同一時間 他又告訴你 越際線反壓 準備要突破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又告訴你 拉回到藍色這條 越線之後 準備要多頭再起 能夠抓到這樣 每個關鍵轉折的 他是不是很閃 是不是能夠叫做 劃線給大盤走 我可以很驕傲的告訴你 這線基本上就是我畫的 這線基本上就是我畫的 因為所有的預測 我們都是事前預告 你眼見為平的 來 注意一下 我講的每個點 每個重點 來 我們來看 8月6號 我告訴你 底部訊號出現了 而且我的標題怎麼下 絕對不會再打臉 你想打我的臉 沒那麼容易 因為三大指標 通通都指出 這裡就是底部 請看8月6號這一天 中式的logo就壓在這邊 又加在這邊 真的假不了 假的騙不了啦 各位 8月6號 台股最低點 19662 而且我們不只預估了這一點 還預估了什麼 就像我講的嘛 對不對 上漲的過程當中 已經來到21773了 我告訴你 黃色這條跟藍色這條 季線跟月線 會先造成一個反壓 再來咧 只要申請失業金人數降下來 8月14號領先預告喔 降下來之後呢 台股就會直接噴過 月季線的關卡 噴過去了對不對 然後呢 又開始拉回了嘛 我說最多到月線 準備開始反攻 上個禮拜 8月24號我講的 節目你都可以做驗證 各位 是不是一切都像我講的一樣 走走走 走牆最低點開始往上 遇到月線 反壓 那個美國的出景失業金人數 一公布噴上去 再拉回到哪裡 月線直穩 上週五 今天連續往上衝 這當中不只是這樣喔 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件喔 比方說 中東局勢 對 不能這樣講 中東局勢我估不了 好不好 可是我會告訴你什麼 中東局勢我會告訴你 一開始喔 當然這很劇烈 就跟這個過去的烏爾戰爭一樣 剛開始打的時候 瘋瘋火火啊 對不對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股市隨著變變跌幾百點 可是越到後來呢 越冷感 市場對它越無感 好不好 所以我在8月5號那天我就告訴你 如果說你現在跟我講 中東局勢的動盪 這個影響都叫做短空長多 都叫做短空長多 所以你看喔 今天有沒有新聞 有啊 曾祖党啟動襲擊 以軍先發制人 以黎的衝突又升溫了 來 各位 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 發射350枚火箭和無人機襲擊 以色列的11個軍事目標 報復他們上個月暗殺這最高指揮官 哇塞對不對 又升溫了 可是請問一下 對今天行情有影響嗎 今天台股雖然是開高走低 來 最後中場 還是漲啊 還是漲啊 還有 你最近的兩個禮拜前 所有媒體都跟你說 揮達執行長 黃仁勳又要來啦 對不對 然後AI股又怎樣怎樣 機器人概念股 因為他是來參加機器人展的嘛 媒體都這樣講嘛 所以機器人概念股會怎樣怎樣怎樣 每個媒體跟你嚇不要嚇得跟真的一樣 對不對 黃仁勳要去哪裡啊 他的行程是什麼 他要吃什麼啊 什麼花娘小館準備載營貴客光臨啊 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是怎麼告訴你的 廢話不用多 我直接告訴你黃仁勳不會來 黃仁勳不會來 最後有來嗎 最後有來嗎 我還告訴你 如果你手上有機器人的股票 機器人開展前一天最好先賣出 通通通賣在高點 通通都賣在高點 而且很簡單 我就是這樣 六個字而已 黃仁勳不會來 斗大的標題沒有模糊空間 我就這麼說 我就是這麼說 所以你要能夠了解到 我們能夠去掌握到 每一個行情的轉折 不僅僅是來自於 技術分析的判斷 最近我常常聽人家在講說 什麼啊 現在是什麼 廢勢技術轉折幾天幾天啊 還是什麼黃金比例分割 0.618 0.38 什麼鬼的 你真的相信台股的命運 是要由這些 古希臘的數字來決定嗎 台股的命運 是由這些古希臘數字來決定嗎 所以這個是我為什麼 對於純粹的技術分析 常常嗤之以鼻 你純粹的只看技術分析 其他什麼都不看 這一套的這種操作的邏輯 我是嗤之以鼻的 技術分析不是不行 可是一定要結合人性 一定要結合人性 因為股市的組成終究是人 終究是人 好不好 那我們回到台股來看 來 台股今天確實 遇到這一條黃色的季線之後 仿佛有一個反壓 那這樣怎麼解讀 上個禮拜的全球央行年會 聯準會主席的報了 進一步的去釋放出 鴿派降息的一個言論 所以讓今天台股開盤就大漲 差點漲了將近300點 可是碰到季線之後呢 我稍微放大一點點 似乎真的有遭遇了一個反壓 對吧 難道季線會再度成為 台股的阻礙嗎 我還是那句老話 好不好 我的預測不變 台股第四季 將會再次見到高點 會再次突破歷史新高 我講最慢 最慢第四季 那如果未來是如此 那你要繼續為自己的 不敬賞找理由 你絕對會成為 第四季最懊悔的那個人 你絕對會成為 第四季最懊悔的那個人 我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個表格 在台股史詩級大跌的那個禮拜 我分享了一個表格 我告訴大家說 莫及莫慌莫害怕 對吧 8月6號那天 我說7月見高點 在過去是有機可循的 對吧 有機可循對不對 跌了1000多點之後 66天就落底了 然後這個2021年一樣 7月見高點 56天落底 2023年62天就落底了 這一次要幾天 對吧 我說這個表格它是有後續的 第一階段我要告訴你的是什麼 每當台股7月見高點 跌得越快 跌得越重 落底越快 可是重點來了 後續才是重點 每當台股7月見高點 落底之後 後續它都會再創新高 由不得你不信 因為真的每次都是如此 各位2014年7月見高點 殺到8501 有沒有創新高 2024年 更正2021年7月見高點 殺到16162 有沒有創新高 2023年7月見高點 殺到15975 有沒有再創新高 全部都有 那我們今天把過去三次 創新高的速度 再整理成表格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來各位 2014 2021 2023 以及今年度 通通都是在7月見高點 然後急跌下來 分別用了64天 56天 62天 以及16天 來做一個落底 那創新高 落底之後再創新高 需要多少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 24 58 86 也就是說 就過去的經驗來看 這三次 快折 24天 就創新高了 創新高就是突破 當時17463 這個最高點 以及18034 9593的這個高點 24天就創新高了 最慢最慢 86天 也都會創新高 也都會創新高 剛好 今年台股因為跌得夠深 落底夠快 今年跌得4700點 所以16天就落底了 不用等到五六十天 16天就落底了 所以即便我們講 我們抓最長好不好 即便說需要86天 各位 8月6號就落底了 時間夠早 夠快 所以就算我們從8月6號 再加86天 各位86天大概四個月 剛好12月初 就能夠創新高了 那如果我們用平均10天呢 平均 平均時間 24加58加86除以3 平均時間56天 56天 56個交易日 大概是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這樣算一算 是有機會10月就創新高的 10月份就創新高 都是第四季嘛 我們再假如 因為這次是非常行情嘛 跌了4700點 史上最大跌點都來了嘛 非常行情 非常跌法 所以造就非常誇張 16天就落底了 那有沒有可能也出現相當快速 創新高的速度 不是不可能啊 但我不知道 我不要去預測這個東西 好不好 可是我知道 如果未來它就是會創新高 那麼不論它是9月 10月還是12月 我都會好好的把握機會 你說是吧 那麼機會在哪裡 下半段我們會來討論 我先講一下黑悟空這個題材 這是一套 在中國大陸很火的一套這個遊戲 那據說現在好像打破紀錄 三天賣了1000萬套 然後進帳有到120億的樣子 那當然是一個空前絕後 可是空前不能講絕後 可是你說黑悟空這個題材 在今天帶動了板卡也好 顯卡然後相關記憶體也都大漲 可是就過去的經驗 能夠讓一套遊戲 去主宰整個產業的起飛 我相信過去這樣子的經驗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可是我印象中真的沒有 好不好 一套一個 我剛今天看到有人下標說 什麼一個悟空救台股 不至於好不好 這倒是不至於 那有沒有可能今天漲了之後 你明天假設再漲 你追進去 反而相對套在高點 所以我認為說 現階段我還是觀望的角度 那再加上說 其實黑悟空現在又 有涉及到所謂 比較敏感的政治議題 那就會變成讓這個題材的變數增加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 盡可能的往比較正規的股票 來去做挑選 好 那麼維持我們原本的一個操作節奏 因為我說過每個禮拜的策略都不同 上個禮拜我們執行的是跌破五日線的股票 獲利出場 再換股 對吧 強勢股一樣獲利繼續奔跑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的策略 這個禮拜我們動作相對會少一些 因為該買的該換的 大概都調整得差不多了 頂多就是在做加碼的動作 當然如果你是在八月第一週 以及上週都不願意換股的 你還是要繼續動作的 除非就是說你的持股 仍然是完全沒有去做調整的 那你可能還是必須來做調整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有哪些股票在上週 有跟大家做分享 這是我昨天晚上的一個發文 八月節奏很簡單 第一週大跌週換股 第二週開始賺了 第三週呢 跌破五日線的股票換股 這個禮拜我們準備 又是要再度賺錢 好 然後有沒有 波若威上全 小手斬獲 另外我又分享了三檔 天紅 旱雷以及光盛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好 首先這個 波若威 這當然沒話說 仍然是一個強勢股的姿態 五日線 我們用藍線來表示 仍然卡在這邊 對吧 因為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一 跟大家分享的 換股的一個公開分享的代表作 來 我們看一下成功案例 對不對 當時我說這個字有點模糊 但是因為我們務求的是什麼 真實 我們截的是節目畫面 所以這邊字比較模糊 大家忍耐一下 凱哥太神 火力全開買最強 波若威一開盤就漲停 禮拜二的時候 禮拜一換股禮拜二就漲停 對不對 原本它什麼 台華投控 我說恭喜許先生 許太太 謝謝你們的支持 這是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的 當然現在看來 波若威的表現還是不差 還是不差 不然你看 假設你沒有換股的話 你繼續抱著台華投控 各位能看嗎 台股在這邊漲了將近三千點 它呢 它呢 還是一個往下跳水的姿勢 全紅禪是吧 好不好能看嗎 不是什麼中東緊張嗎 不是紅海危機嗎 所以你的持股還是要放在對的地方 資金依然是要放在對的地方 好 那像上權 有沒有 今天雖然是跌 可是注意一下 它是創新高之後才拉回 各位創新高之後才拉回 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那矽光子 我們這一次沒有佈局在聯軍 之前我說聯軍最強嘛 可是我們這一次沒有佈局聯軍 反而我挑另外一檔 光盛 今天也是先創高之後才拉回 可是今天我認為你要看的 不是它下跌 當然你說光盛也下跌 然後上權也下跌 波若威也下跌 真的不是它今天最後收盤價是漲還是跌 因為這是今天盤面的氛圍嘛 今天台股就是開高走低 從漲了快300點 變成只漲80點 所以個股多數本來就是開高走低嘛 開盤好開心 然後越來越不開心 越來越鬱悶 都是開高走低 所以其實今天大部分的股票 開高走低都是正常的 重點是它在開高的當下 它怎麼走的 你說上權也好 光盛也好 它在開高的當下 它是創新高的 它是創新高的 這個才是它正常的格局 你要留意的是這件事情 好 再來我們看 漢磊 今天同樣也是回檔 我說過我們這個禮拜的策略 會跟上個禮拜不同 這檔是我們上週去換股買進的股票嗎 我們上週挑選漢磊的邏輯是什麼 同樣藍色這條 我們發現五日線剛剛站上 剛站上五日線剛剛轉強的股票 這種股票我會認為 本週續長的可能性比較高 同時你要再搭配一個條件 下半年的業績優於上半年 下半年業績優於上半年 下一檔也是一樣 你看一下天虹 今天也是有小小的創下波段的新高 那天虹確實他偏冷門 因為他也是半導體設備 冷門的半導體設備 可是你看第一點 他是不是也是剛剛站上五日線 五日線就給你守穩囉 藍色這條五日線就給你守穩囉 那今年的營收 是有機會創下歷史新高的 同時同樣有個條件 下半年優於上半年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出 選股的其中一個邏輯 這些股票你說天虹也好 漢磊也好你這樣看 對吧 他們的位階都不高 但是下半年的業績都會爆發 那麼這種就屬於價格落後的股票 很容易在第三季的季末進行表態 不論是法人要換股 或者是什麼季底作帳什麼的 有題材性就有機會表態 只是說你稍微注意一下 漢磊也好或者說是這個 另外一檔 剛剛那個紅什麼紅的 天虹對不對 成交量目前還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你資金是在500萬以上的 基本上不太建議 因為它成交量仍然是偏小 資金大的你可以買什麼 星光金 各位星光金今天大漲 4.4個百分點 創新高 這個你是大隻小隻都能買 不過上個禮拜 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說真的要賺 這個心心病 我都懶得講了 你要自己去買星光金就好了 你自己去買星光金就好了 因為這個是送分題 送到你不用來找我了 你自己買就好 我講得很清楚 我認為 你說會不會漲 會漲 可是賺頭不大 上個禮拜我講得很清楚 也許5%10% 你要賺5%10% 問題不大 可是後續能夠賺多少 你要看世界怎麼發展 如果台星跟中信繼續角力 那也許星光金還有空間 可是不可能是多麼爆賺的空間 畢竟你說雙方金空間的出價 這個是動輒幾十億幾百億的事情 我給你搶清 我不可能給你多億價格多少 50%100% 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動輒牽涉就是幾十億幾百億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頂多15% 應該不會超過兩成 所以小賺可以 你想要小賺的自己去買星光金 想要大賺的 想要買其他股票的 你再來找我 而且你看雖然我 我很懶得去分析這個事件 可是你要怎麼樣去看一個分析師 有沒有sense 上個禮拜我看很多分析師 當然你說心心病這個東西最有熱度 他們都有去蹭這個話題 有的分析出來叫你買星光金 有的叫你買台星金 有的叫你買中信金 來我們看一下 叫你去買中信金的 有比較好嗎 叫你去買台星金的 好像還行 可是真正漲最多的是誰 還是星光金 到頭來漲最多的還是星光金 而我就說了 你不用來找我 你自己買就好了 而且我只叫你買星光金 我只叫你買星光金 所以不用廢話那麼多 你一聽就知道誰才是專業 好嗎 好 接著往下看 茂蓮今天同樣 也有創新高的一個表現 可是創高拉回收黑黑 至少沒有翻黑還算強 對吧 沿著無日線往上走 我說這是最強 強勢股的一個特徵嘛 玉泰今天同樣是創高的 上個禮拜也分享過 我說中股票怎麼樣 殺到見股了 再往下沒有什麼空間了 當然往上就是有機會了 旺系超級強 對吧 有夠誇張 欸 各位 438到今天860 不到一個月漲一倍 不到一個月漲超過一倍了 我講真的喔 選股這件事情真的沒有很難 你只要在台股大跌 你最缺乏信心的時候 你去觀察強於大盤的股票 當時誰強於大盤 在台股跌破季線的時候 誰能夠撐住季線撐過月線的 基本上這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對吧 你看一下旺系 旺系就屬於這種對不對 跌破季線兩天馬上站回來 剛好他是屬於賺很多的 對吧 你看一下高峰也是啊 各位今天他也創收盤下的新高 大漲7%欸 你看台股在回檔的過程當中 他有碰過季線嗎 碰都沒碰 我們再加一條月線給他 各位 月線點到就上來了 台股大跌過程當中 他聞風不動 當然一直創新高給你看啊 對吧 均豪也是 各位今天均豪又創歷史新高 他是天天都給你創歷史新高 非常誇張 我們說當然你要抓這一波到這一波 他沒有漲得很多啦 大概80%左右啦 可是因為我們買得夠早 對吧 早在6月份 6月3號 我就問你行情這麼好 今天買誰好 買他好 他是誰 當天節目上我就告訴你了 5443的均豪好不好 真的假不了假的騙不了啦 來各位 6月3號 中式樓國壓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之所以這檔股票 能夠在台股大跌的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被洗掉 也是因為他符合強勢股的條件 請問你 台股在跌破黃色代表季線的時候 他有碰過季線嗎 他碰都不碰一下 對吧 所以你看均豪喔 我們從6月 來各位看一下6月價格是多少 60.5 到今天 最高點142 能夠賺多少 134% 134啊 不是34喔 134%喔 你當初100萬買均豪 現在你已經變成234萬 500萬買均豪 現在你大概超過快1200萬 而且光這一段 我就說啦 你沒有從頭到尾跟我們賺134% 光這一段他也賺 他也漲快80% 這就是強制股的特性 強制股的特性 好 那遜德 這個我們也講過 主力成本在這個地方 這檔絕對沒有那麼快結束 你就想他現在有沒有出量 根本沒有啊 對吧 沒有出量主力怎麼跑 基本上主力不絕的股票 你至少先拉高30%到50%的空間 不然你怎麼賣 你賣的時候很容易砍到自己啊 你成本105 你總不能拉到120就開始賣 你一路到貨 你到到80塊了 所以空間至少要拉開到 三層到五層以上 越高越好 接著出量才有可能出貨 所以現在都還早 好 那紅塑 仍然是橫盤整理 這個都不急啊 深陽半今天也是先創新高才拉回 可是我就講了 這檔股票我都跟你說過 公司派積極做多 好 包括我們之前分享的幾檔股票 智茂今天也是創高的 4583台灣精銳 今天還漲停板 不過我不是說過 這個在機器人開展之前 機器人開展之前 我們有出部分 可是我有強調 這檔基本面不錯 而且籌碼至少很漂亮 星星今天同樣的 先創高才拉回 先創高股票都不用擔心 最後本週有一個重點 禮拜四清晨揮答財報 現階段仍然這個才是 你未來要留意的重點 什麼黑悟空什麼的 不如正規君揮答財報 AI股 電子股 能不能夠重返榮耀 這個禮拜還能不能用力佈局 好不好 節目你記得繼續追蹤下去 LINE也要加 好 那有一檔股票 我們是從上個禮拜開始買 這個禮拜持續加碼的股票 因為它的位階非常低 可是我預計它很有可能 會是這一次 揮答公布財報當中 最大的黑馬股 我們簡單提示各位 好不好 過去它很菜 可是未來可能 很會升的一檔股票 長期追蹤我們節目的 聽眾朋友 聽得懂就懂 聽不懂的你直接來找我 我直接帶你買 好不好 那一樣任何問題歡迎你 我們的百萬特工隊 持續招生中 你也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 WN1688 AdWIN1688 任何問題線上詢問 那080專線 也可以直接幫我電話進來 火力全開 依然是要買最強 百萬特工隊 我們連結 接著 CAD 投票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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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